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主场对阵 霸州海润队俱乐部比赛 本场比赛是由山东卫桥队的教练员 齐志导和马肖阳一同为您解说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目前排名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是山东卫桥队 当然是12年上排在首位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 霸州队当然成绩也不错 而且霸州队是现在排名第四 可以说霸州队他其实排名比较危险 因为大家可能熟悉平朝人都知道 只有前四名才是可以进军到第二阶段 而且你像魏桥 八一 包括还有后面几个上海 这都是比较强的队伍 所以说霸州能打到现在这个名次 我们之前聊过 当然和他的其实当家球星 梁景坤也是分不开的 因为梁景坤在上个赛季 也是代表我们魏桥效力 可以说梁景坤今天也是属于重回故地 梁景坤现在河北霸州能达到目前的成绩 梁景坤可以说一个人支撑着半地江山 还不止 这又连上一场又拿了两分 持续的几个两分 他现在是排名第四 鲁能是排名第五 八一队是排名第二 上海是排名第三 比方现在看排名是这样的 梁景坤现在个人排名是 第一 对 他是应该是如果没记错 他应该是17胜4负 他这个排名当时也有很多人 当时我看在网上质疑过 说为什么这个马龙好像输得比梁景坤更少 然后他是 为什么马龙是排在 马龙和樊振东都排在梁景坤之后呢 因为好像是当时解释的是 因为好像是像梁景坤这样的战胜特技运动员 一级运动员 或者是他的分数不一样 还有打双打和单打的分数也不一样 所以他的分数也不一样 他得分啊 包括试分啊 他都不一样 他就因人而已 今天来讲的话 马龙还是作为的这个主场 抽的主队的一单 然后对阵的是这个霸州海人队的这个成静齐 比如说成静齐是1994年3月7号出生 他的最后 成静是一个是亚洲青年运动会的男团冠军 还有一个2011年的平超男团的一个亚军 其实 当时我感觉成静齐那时候 当时在河南就是那个 就是那边当时打那个U17比赛的时候 在那时候 当时这个成静齐 还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他还年轻 当然现在也不老啊 但是那时候是些小孩子 小队员 但是U17也是锻炼了很多年轻的队员 是 他出道比较早的 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 感觉就是没得打出来 这个队员还是 技术质量还是不错的 技术质量出手啊 还拉了几个反手球 都是质量相当好 对马龙也构成一定的威胁 实际上 上来感觉也是双方比方上咬的也是比较紧 对 现在谁和马龙打谁火拼啊 这个心态都放得开 勾手发球得分 陈敬奇发球又出台了 出台以后你要和马龙这种超一流选手打的话 那肯定是很被动的 对 而且其实对于勾手发球来讲的话 这个球如果要是练的不是很有火候的话 其实是非常容易发出台的 是 所以你看这个陈敬奇啊 他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很有特定 你看这个反手拉球啊 包括他的拧了啊 最少在这条线上得了 我没看到的就就将近四分了 嗯 他在他这个力量很足 嗯 发力也很集中 啊 好球 7比9 嗯 曾敬奇 我看刚才他的这个勾手发球啊 嗯 发的还是质量还是蛮高的 嗯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就是还是不够严谨 你看他如果发的这种球 你看这种球他发的 发的如果旋转力 相当强 而是隐蔽性也不错 对 嗯 但是只要是发球不要冒头啊 不要出台 这个对对方的威胁还是比较大 嗯 我想小杨你原来你也是打左手的 你也是发勾手发的不错 你看就这勾手发球 对右手的威胁相当大 对 嗯 当然现在有了拧拉以后 这个威胁好像小了一点 啊 你看这个球发过去以后 就右手就是挺别扭 嗯 一个现在叫逆旋转的球 一个是直接勾手 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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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啊 相当的 嗯 嗯 裁判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 这个球刚才应该是马龙是失忆 应该是我们看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应该是 8比9重发 重发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刚才裁判有一点 嗯 嗯 对 看看他这个勾手发球 嗯 马龙怎么接 嗯 这个用正手接啊 确实是挺麻烦的 嗯 还得过来用 还得过来用拧拉 你要是用正手接 这个这个还不好判断 而且不好发力 对 对 对 他发了一颗色上悬 现在9比9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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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马龙的前三板 包括发球啊 嗯 嗯 嗯 不是他的 主要单分接触 嗯 所以说 吃马龙的发球的人 还是比较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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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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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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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